我他妈气点 那边 有什么时间拿 不怕 这把熊乡屁壤的地方 连个他妈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臭娘们 今天要是再拿不出钱 我就弄死你们娘娘 导哥 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我宽限 谁宽限我 我真的没钱 我儿子已经半个月没钱吃药了 跟老子有什么关系 死的是你儿子 要的不是我儿子 再多说 老子保护你们 我也是要吃饭的 给我弄死这个傻子 放开我儿子 放开我儿子 救救你了 别打我妈 别打我妈 去你妈 儿子 臭娘们还钱 儿子 别吓妈妈 儿子 你醒醒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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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今天放了什么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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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初夏 你换我儿子 屁了 你呀 杀了你呀 杀了你 初夏 你把女孩 你把女孩 吓 你把女孩 他他们疯了 快怎么撞死你 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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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醒醒 醒醒 你死了 妈个怎么活 爹 爹 你接起来了 傻儿子 你这一辈子 活得太憋屈了 不怕 有妈妈在呢 妈妈这就下去陪你 爷爷 记起来了 我和你爸 都被那帮混蛋害死了 我一定会为你 陪我爸报仇 好孩子 有仇必 你爸 你记好 你才比你想象的更清楚的 找不好你妈 和自己 报仇 结果早知过急 哎 是爷爷连累你们牛子被人欺负 但是 看到你 解除了马亦神像的封印 爷爷呀 开心 我们会再见 我们会再见面的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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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还活着 我不是在做梦吧 妈 我没事 我多好了 儿子 是狗窝吗 真晦气 你们就是李家母子 你是 赵星月 儿媳 谁是你儿媳啊 谁是你儿媳啊 把这个退婚协议签了 你个傻子 家徒四壁的 还想娶我赵星月 赖行了 想吃天文乳 星月 这桩婚约是你吕爷爷跟你爷爷订的 你吕爷爷当年为了帮助你们家差点没命 这关我什么事啊 是我求着他帮我们赵家的吗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商量的 是通知 通知 你确定 怎么 傻子 你想威胁我呀 说吧 想要多少钱 谁这么大的口气啊 赵小姐打算用多少钱让吕家母子签下这份协议啊 沈素希 真巧啊 你来退婚啊 退婚 我明白了 姐姐 你该不会是想帮这个傻子 给你增加好感 方便自己退婚吧 吕良 阿姨 我今天来 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也是来退婚 想退婚的话 吕良你误会了 我今天来是来履行婚约的 什么 沈姑娘不会是在说笑吧 沈素希 你脑子进水了 解除婚约 好啊 我替我老公钱 拿着滚蛋 别再来缠着我了 你不配 沈素希 你滚 你给我等着 走 绿梁 家里出什么事了 我送你们去医院吧 不需要沈小姐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记得吗 小雪球 梁哥哥 谢谢你救了我 放心吧 外人已经为我和你遇到好了 他们不会再记得你了 小雪球 再好怕 以后有他在 他会请我保护你的 谢谢梁哥哥 本来长大了 我就见到你 你真是谁救我 是我 要不是当年你救了我 我也活不到今天 没想到你还记得当初的约定 真不用送你去约 不用 那行 等我这两天忙完了就去找你 我们一起去领长 你是什么人 敢跟老子抢女人 南京滚 顾三千 你想干什么 沈苏欣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除了我 不许和其他男人走得太近 哥们 你是沈苏欣什么人 我是沈苏欣什么人 关你小子屁事 不想死 赶紧给我滚 我要是不呢 小子 有种 都给我下来 顾三千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步 我已经有未恢复了 她是吕梁 你别再铲着我了 沈小姐 我今天找来这些人呢 不是来警告你 那你这是要做什么 看不出来吗 老子今天是来睡呢 给我动手 男的废了 女的给我绑好 带去酒店 吕梁先走 别管我 你说什么呢 这人人奈何不了 找我后面 小欣欣 放心 她不是你未婚夫吗 不会弄死她的 待会儿废了她 咱俩快活的时候 你要让她在旁边 观摩观摩 都烧 是不是很善解人意 是不是感动的都要哭了 不凑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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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干什么 你 你 你想干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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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管你是谁 你 你 给我 打 杀 我 我 不会放过你的 快 还敢 危险 你 信不信我让你有言无我 你 你 杀我 我 过家 不会 把 你 放你过来就是 你 懂 我 敢 杀 你 刘梁 让她走吧 我老婆发话 今天给她个面 滚 这个给你 你打了过三千 她肯定会找你麻烦 最近她是没时间找我 为什么 她的面向三亭六腑告诉我 近几天她会麻烦缠身的 我都忘了 你是吕爷爷的船人 拿着吧 我们也好联系 那好吧 那我 走了 刀哥 是时候算算我们的招 你们他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什么事啊 发这么大伙 太叔 您来了 那娘们像疯狗似的 您问问 兄弟们都看见了 这分明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嘛 我说刀子啊 这小子是个傻子 母亲岁数又大 你不仅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要回钱了还找唐主诉苦 真是他妈出去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啊 竟敢管老子 你他妈哥不着往外拐 你把兄弟和唐主当什么了 咱们太叔 可是花族的地下皇帝 他的脸往哪儿拐 你以为他 跟兄弟和唐主有什么关系 你他妈就是个赖人 你怎么被咬死啊 你 够了 让小刀伴他们母子 是我的主意 我要让他们母子 生不如死 原来是你的主意 你是真他妈该死 是你 老子他妈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还敢来 原来是你那个傻子 怎么 找我讨功的 陈太 当年你违反门规 被我爷爷打断了腿 赶了出去 你怀恨在心 就对我爷爷出手了 告诉我爷爷的死因 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 别他妈在我面前 提那个老东西 你是不知道 我背后的势力有多大 竟敢上门对我 出言不逊 你想的是活够了 好 你爷爷不是蚂蚁神像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风水书 参见护法 参见护法 我们龙肠护法都出来了 小子 赶紧跪下求饶 要不然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我这个人念旧 看在那个老东西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让你自己选你们 你俩的死法 别死了 我的命谁也收不走 到时可以先送你们两个上路 我给你认识 你不想吃 你不想吃 我 你不想吃 我 你不想吃 不 你 鬼屋神徒 石山汉拔 你是怎么做到的 陈探 刀割 想好怎么死 鬼屋神徒 石山汉拔 不 这不可能 你竟然能将他们请出来 这封水相书 在五百年内履行之是第一人 他都不可能做到 你是怎么做到的 想知道下去问我爷爷 你去 放手 拦住他们 快 给我拦住他们 这怎么是什么鬼 你们这群废物 想跑 老子先拿你们进去 灵命道 这简真烈神星 给我上 回来 爷爷交的我也会 这简真烈神 他说 他说 不要说 我还想多活两天的 主人 主人 还有我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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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别杀我 就是你别杀我 别杀我 别杀我 放心吧 看在你还有良知的分身 我不会杀你 谢谢 谢谢 不要着急谢我 我还有你帮我做这事 差点出事 爷爷说的没错 说法有他的闭短 善于我 喂 大哥 你交代我的事已经办妥了 另外赵家赵德鲁的建筑公司出了风水问题 我已经联系好了 今天我们可以去 赵家是花都建筑医的龙头 帮了他 以后就打自后面的计划 赵总 你这里的风水问题很严重 三煞相比 若是不尽快解决的话 赵家怕是要完蛋 三煞相比 哪三煞 白虎鸭青龙 钢腔戳背 天斩煞 兄弟 这都什么意思 是啊先生 这什么意思 这白虎鸭青龙吧 就是你们这小区周围有烟族 高塔 以及天桥 堵住了你们小区的气满 这钢腔戳背 那是有一条路直冲着你们小区 像是被人从背后阴了一阵 至于这个天斩煞 你好好想想 这小区的环境 它是不是像有人 挨一个斧头 劈了一斧 好像真是这样 还真是这样 快 那先生可有化解之法呀 就是他 堂哥 你糊涂啊 堂妹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这里出事了 我就立刻找薛大师来了 还好我来得及时 不然你就要被这个傻子给骗了 你认识吕先生 认识 何止是认识啊 他就是吕行之的孙子 他就是那大傻子 这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昨天刚见他的 你说我会不会认错 傻子 骗人都骗到我赵家来了 瞎了你的狗一眼 我 诶 堂妹 你 你哪只眼睛他脑骗人 傻子 你居然敢打我 堂哥 你看呀 我戳破他了 他脑就成怒 他打人家 你快叫人教训他 不然这事传出去之后 人家以为我们赵家好欺负 来人 臭家伙 就差 求把这傻子的四肢打断 让他知道来我们赵家 招有撞骗的下场 你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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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样吧 我们俩打个 打什么 你堂妹说我招摇撞骗 今天又请了个大师 我看你这里的风水格局 马上到了煞节爆发的时候 今天我就跟大师比试一下 如果我能解决问题的话 提前说好的一千万 一分都不能胜 解决不了 任你不吃 你也配跟我比试 就这方水 只要我动动手 就能解决的问题 你呀 还是省上吧你 赵总 跟他啰嗦什么 打断的四肢 给他扔出去 堂哥 薛大师说的对 这傻子 你千万别听他的 要不是为你 你就是跪下来 娶我十天十夜 我也不带来的 好 就给你这个机会 如果你不行 别怪我心狠手辣 堂哥 先看看他的本事怎么样 如果输了 到时候再处理他也不迟 大龙 准备淘汁 不杀 毛笔 扶持 好 知道了 小子 你先来吧 免得你来这儿 大师 还是您先请吧 要是解决不了 我再上 解决不了 我可是麻衣门的传人 这天下的风水 就没有我解决不了的 废话哪那么多 让你上你就上 你要是真解决了 我是 天作孽有可为 人作孽不可活 既然你找此 我就成全你 天亮亮 地亮亮 派上老青 派前亮 地急如律亮 傻子 看见了没有 薛大师法力无边 你输定了 输 你就这么确定 我一定输 死鸭子嘴硬 你等薛大师完事 我再跟你算账 赵新远 你这么相信这位大师 要不咱俩也打个赌 打什么赌 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 要是解决不了 你跪下跟我道歉 那要是解决了呢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可是你说的 那行 等薛大师完事 我不仅要让我堂哥 把你四肢打断 我还要把你扔到猪圈 给你猪生活一辈子 没问题 好了 没问题了 好了 没问题了 多谢大师 小灾之恩 堂哥 薛大师厉害吗 厉害 太厉害了 你就这么学人家的呀 哎呀 我这 哦对 大师 愿赌服输 该跟你算账了 怎么样 小子 还有什么话说 先别急着高兴 小子 机会给你了 你不中用 这可怪不得我了 兄弟们 把这小子给我 大师 大师 怎么回事 大师 救命 大师 我 真傻夺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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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全完了 救命 大师 大师 救命 大师 大师 救救我 你刚刚不是紧了我堂哥身上的煞吗 你快想想办法呀 神仙来了 也没有 救你 得须神仙 吕先生 对不起啊 吕先生 请你原谅我 原谅就没必要了 我只想拿到我赢得的报酬 是是是 马医门传人的水平就这样 看来门派一般 你 你 赵馨月 是不是该履行咱俩的赌约了 想让我下跪道歉 你也可以 我看赵小姐这是想反悔 我就是要反悔 怎么了 瞎猫撞上死耗子 你以为你救了我堂哥 我就要给你下跪 你赖蛤蛤打哈欠 口气可真大 你确定是要反悔啊 我确定 肯定 一定 怎么了 有本事你弄死我 给你十个胆子 你敢弄吗 找行月 给吕先生归下道歉 堂哥 他就是个傻子 你话都不听了 是吗 给吕先生归下道歉 我归 我归 我给吕先生归下道歉 对不起 我不该诬蔑你 赵小姐 没关系 我们走 傻子 傻子 少行月 傻子是你才对 老莫 听说你们老大死了 现在还能出来干活吗 这话说的 我们老大虽然死了 可大龙哥成了我们新老大 不是自然能干 就看你开什么 好 我现在遇到点事 你带人过来帮我 事成给你五十万 是 吕亮 让老娘跪下给你道歉 看你怎么死 手下有没有不听你的 没有 放心吧 对了 大哥 不是说了在外面不要这样 就与兄弟相争 我们的关系 有必要暂时一年下去 你叫我办的事情 我已经开始着手办了 但是还需要有几天 才能有显著的效果 没关系 我知道这事比较难办 所以不着急 我已经在他们到地方了 你慢慢来 一会儿见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又见面了 赵新月 你又搞哪一拨 你说呢 就你也配老娘下跪道歉 之前让我怎么道歉的 现在照做 我要是不能 你没得选 说得没错呀 你没得选 老墨的大名想必你们都听说过 动于杀手 落在他手里会是什么下场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傻子 识趣的话就乖乖照做 动于杀手 老墨 你现在威风的狠 都能给人扯虎皮 扛大旗了是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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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老大 错了 我错了 错了 老大 老墨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让我的小弟 来对付我和我兄弟 他敢吗 不敢 不敢 真是大事出了龙王庙 有意思 真的有意思 这个戏 接下来该怎么演 吕梁 我劝定见好就说 你要是动我 我又没说要动你 大龙兄 咱俩之间的事 今天就一批勾销 大哥这就言起来了 但是我这人很小气 你的人 明白了兄弟 我知道该怎么做 动于杀手是吧 这名号很威风 那有什么 错了 老大 求你放肥 错了 老大 你说你以下犯上 是谁他妈给你勇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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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人了 嗯 啊 吕梁 你 你放了我 我叫你放过我 我再也不找你插完了 啊 啊 你说让我放了你 我放了你 先前你那份嘴脸 我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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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错了 好吧 这回信你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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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人了 吓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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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这么放他 怎么了 还能怎么样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真把他杀了 怎么可能 啊 哎 起来吧 别躺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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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大 不杀之恩 手下留情 嗯 动于杀手是吧 不要杀手 演唱戏就谢 结束了 还要他把你我之间的关系 跟我怎么样的消息散出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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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演的还行吗 怎么 我夸夸你 不用不用不用 过来 有事交代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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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啊 啊 啊 办事了 兄弟们 是 兄弟 该交代的事情 我都交代完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你 嗯 这个给你 后面还有事情 需要你帮我拍 好吧 那 我就先走了 嗯 去吧 嗯 爷爷啊 开心 爷爷 爷爷 等着 汉里和我爸死的真凶 我一定会上 我把他们付出待见 喂 在哪呢 外面啊 怎么了 把定位发给我 现在过去接你 啊 嗯 我都没有 你 我 DAM не 我 你 哎 刚刚是怎么回事 姓吕的那个小子 我们老大欠的一个人情 现在还清了 之前之所以那么做 这是为了糊弄糊弄的 我可是我们老大的左膀右臂 你猜他会舍得杀了我吗 没死 那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你不想报仇了 今天老大虽然放了我 但是他还是很气 如果这个仇不报 我就不是老莫 那那你想怎么做 我换个地方 我们这就结婚了 怎么你后悔了 可能是后悔 怎么能后悔 你别跑 过来 喂 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家 怎么了这是 我妈 我 我们 回去见她一下吧 妈 我回来了 怎么这么慢呀 这位是谁呀 阿姨 伯母 固少啊 我来了 来了 苏欣啊 跟顾少说说话 顾少今天是专程来跟你提亲的 提亲 顾三千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不会嫁给你 苏欣 那天晚上是我鲁莽了 不过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拿着你的东西 滚 你怎么说话呢 人家顾少要财有财 要貌有貌 看上你是八百年修来的福分 别不是好歹 顾少 别生气哈 没事没事 素欣的婚事啊 我说了算 你们俩的事 我同意了 看好了 我已经结婚了 他吕梁 就是我老公 他吕梁 就是我老公 这 伯母 赶紧给老娘把婚礼了 我是不会礼的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伯母 咱说话就好好说 不要动手 我们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好好跟素欣说 他一定会理解您的苦心的 看看人家顾少 多懂事啊 好吧 既然你俩把证已经领了 那今天 咱们就谈谈彩礼的事 不少取素欣 那可是准备了八百八十八万的彩礼 你能拿出来多少啊 妈 那我们家能反给吕梁多少 反 你在跟老娘开玩笑吗 台里还有反的呀 你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 老娘把你拉扯这么大啊 你结个婚我一分钱剩不下 我给人家反养老婆呀 你还是个人吗你 妈 我不是你养来卖的换钱的鸡鸭 素欣 伯母也不是那个意思 他也是担心你被人骗了 我这几天已经了解过 这吕梁就是个傻子 脑子有问题 家里还有个老母亲租住在胡同里 哎呀 素欣你要是嫁给他 那日子不好过 哎 你给我过来 素欣啊 他就是那个给你有婚约的吕梁啊 哎呀我的妈呀 他可是个傻子呀 赶紧把婚给我离了啊 要不然你不要认我这个妈了 我说了我不会离 你再给我说一遍 素欣素欣 我母好好跟你说呢 你呢就听我母吧 乖乖去把婚给离了 你滚出我家 我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再说 即使是我离了 我也不会嫁给你这个人渣 你怎么说话呢 你再给老娘说一遍 八百八十八万才离 我给 你说什么 阿姨 您把婚姻当成生意的话 行 我答应你 八百八十八万才离 我一分不少的都会给到你 但是 您别指望我和素欣以后会多么孝顺 你还真是个傻子 你知道八百八十八万是个什么概念吗 你爷爷旅行之如果在的话 这钱啊 对你们旅家来说不算什么 你爷爷现在不在了 你一个人 这些钱你使辈子也赚不到 傻子 听阿姨一句劝 跟素欣把婚离了 你配不上素欣 赚不赚得到跟你没关系 配不配得上 也是我们俩的事 你给老娘闭嘴 你就说吧 这婚 你今儿离还是不离 不离 你 你给脸不要脸是吧 伯母 这事交给我解决 这里是一百万 拿去 离开素欣 算你小子是小 这就对了 你 这 一百万 至少让我和素欣 你太少干 素欣 听到了吧 我就说这家伙图谋不轨 说到底就是为了钱 说吧 想多少 一 一百亿 你实在跟我开玩笑 是你先跟我开玩笑 你这么别 给人都要了 那天晚上的事情 这么快就忘记了 放开我 你这个兔崽子 快揍手 残礼前 一分不少都会给你 但是 希望您记住 素欣在我这 无价 把钱都给我带 你就吹吧你 傻子 你要是能拿出八百八十八万 我他妈管你叫爹 好 我说傻子 都半个多小时了 你的彩礼呢 要再来 就老老实实去跟素欣 把婚离了 我离不离婚 关你屁事 怎么不关顾少的事啊 顾少可是我认定的女婿 至于这傻子 连八百八十八万的彩礼 都拿不出 凭什么当我女婿 谁说吕先生拿不出 八百八十八万彩礼 好 余先生 你要的钱 给你 吕行之已经死了 你们家还拿得出888万 假币吧 想骗我 你们还嫩着呢 伯母说的对 我看这钱十有八九就是假的 想骗伯母做梦 贾超 你的意思是我龙堂做假 龙堂 你是 龙堂堂主 虽然我和龙堂堂你并不熟 可以远远见到几年 想骗我 死我吗 你真以为我不认识龙堂堂主啊 告诉我 我跟龙堂堂主太叔可是熟人 太叔 太叔已经死了 现在我才是龙堂堂 你 路上 污蔑龙堂 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他说对不起 饶了我 饶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 污蔑龙堂 污蔑 信不信我告你 启放了 我们龙堂会怎么能说话啊 别动了 行了 可以 叫声爹来给你 叫声爹来听听 你 顾声 我劝你听吕先生 爹 乖儿子 这没你什么事了 肯定大龙叔叔玩去 还把他侄子 不不不不 才你俩亲热亲热 伯母 这些钱 要不要点一点 验一验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菜也不干了 我知道错了 是啊 妈 要不 您找个燕钞机来验一验 虽说这钱 人是龙堂堂主 亲自算 但 万一是假钞来糊弄你 你给老娘闭嘴 是 我承认 我是小看了你 但是这点钱 就想娶我女儿 那还差得远呢 还有什么条件 一次许捉亲 条件 你有顾少的家事吗 你有顾少的财力吗 你能让老娘住着大别墅 每天穿金带银的 奢侈品不同样吗 你做不到 我告诉你 顾少 那是我认定的女婿 顾少 那是我认定的女婿 没得谈 我给你个骗子 穷光蛋 有什么可谈的 我看你是无药可救了 我们走 还有 钱是我们的 我们得拿走 钱怎么也拿走了 把钱给老娘放下 你这个白眼狼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出了这个门 你就不要回来了 你都不认捋粮 钱凭什么留给你 还有 不回来就不回来 走 你 你 你这个孽隐 你这个孽隐 气死我了 女婿啊 你没事吧 死不了 你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 让苏星嫁给你 好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只要我和沈苏星 结了婚 别说是一套别说 再给你一套都行 要你这话就行 没事吧 来来来 歇会儿歇会儿 吕灵 你这些钱都是从哪弄来的 还有 之前给你送钱的 那个龙堂堂主 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你可千万不要做 违法乱纪的事啊 你忘了 我是谁的孙子 我可是得到爷爷的真传 龙堂堂主 只是我之前的一个客户罢了 那些钱 也是我赢得的报酬 这样啊 放心吧 没事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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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我 先生 可以把我打个120吗 120没有 车上有没有水 有 在车的后座 苏星 车上拿水 救我 救我 干 狗男女今天被我碰到了 有你们好果子吃 这大哥 命宫寒煞 山根发赤 这是闹了壮客 傻子 骗人 骗上瘾了 这大哥一看就是心梗突发 你不给人家做心肺复苏 还在这骗人 你想害死人啊 赵星月 你少污蔑好人 我污蔑人 我可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这大哥什么病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大哥 我来救你啊 傻子 等我救了这个大哥 有他做照 看你不把牢底坐穿 羞辱我 今天不让你付出代价 我就不叫赵星月 水 我劝你最好不要擦掉 你说别擦我就别擦 你算什么东西啊 我凭什么听你的 谢谢你救了我 谢谢你救了我 大人要用你上我张大妹的地方 我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了 你你就是那个白手起家 身家过百亿的花毒汽车大亨 张大卫啊 对对对 就是我 没想到他就是张大卫 有了他的人情 以后的赵家 说不定我可以当家做主 傻子 今天看你死不死 得罪了张大卫 不死 你也得脱层皮 张总 刚刚那两个骗子骗你 这样的社会独流 你可千万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我建议你报警 让治安署的人处理他们 你们就等着把牢底做春吧 张总 刚刚说我老公先救的你 你不能约我好人 沈素鑫 你说这个傻子救了张总 怎么救的 壮客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封建迷信呢 还有傻子 你不是不让我擦掉张总身上的水吗 我就擦了 怎么了 下毛碰上死耗子 骗了我堂哥 还真以为自己有本事 拉筋 赵新月 你不要高兴的太子 马上有你哭 还跟老娘装 李良 你现在是不是没搞清什么状况 老娘现在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跟沈素鑫 把牢底坐穿 这样吧 我拿给你个机会 你只要趴在地上学狗叫 再让老娘扇一百个巴掌 再让沈素鑫把我的鞋子填干净 我就让张总放过你们 怎么样啊 也给你个机会吧 把你刚刚说的都做一遍 一会儿我还可以考虑帮你 李良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让我做一遍 还碰我一次 不见棺材不掉泪 给脸不要脸 张总 打电话 我让他们现在就死 吕良 这是什么东西 吕良 这是什么东西 血气 血气 可恶他人命数和气数 若方认不完 我说半人 不仅他会死 他家人也会死去 大神 大神 救救我 大神 刚刚不是不相信我能救你吗 还听他的话 要把我们送进大牢 都是我的错 我太犯贱了 都是这个贱人 我不敢听他的 求你救救我吧 救你倒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现在非常不说 除非你让我爽了 我考虑救你 傻子 你什么意思 我能有什么意思 要不是有人出现 我早就把这个大哥的问题治好了 可是有人偏偏不听去 把我画的符给擦了 还污蔑我是个骗子 甚至要把我们夫妻俩送进大牢 威胁我 只要换谁 谁心里能说 张总 您说对吗 李无耻 你想让我趴在地上学狗叫 打我一百个巴掌 还让老娘铁鞋 你痴人说梦吧 是不是痴人说梦 那就得看张总 张总 您起来吧 会往没有 这是 你错不错 你错不错 张总 你身上的问题肯定是这两个傻子搞的鬼 不关我的事 你快打电话 让治安署把他们抓走 你拿老子当白臣是吧 我告诉你 今天老子要死了 你全家给老子赔上去 看家诏大师说的做 你别考验老子的耐心 快点 忘 忘 忘 行了吧 撤去完事了 傻子 你别得寸进尺啊 欺负女人再怎么本事啊 你哪那么多废话 别啰嗦了 看家诏大师的要求做 不做的话弄死你 吕灵 要不还是算了吧 她毕竟也是个女人 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了 女人就可以不讲道理 犯错了就可以不用付出代价 在我这儿 没有这个道 我这也是看她不忍心吗 不过你说的也没错 你真的猜的话 滚 你给我等着 咱俩的事 没完 大师 你现在可以出手救了吧 好 大师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如果有需要用到我张大卫的地方 随时吩咐一下 我在所不辞 你脸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被狗咬了 你的梦中晴郎天才像是什么时候回来 坏了 这次朝真会他就会出现 到时候我会向他求婚 只要我们两个人结了婚 那些招惹我的垃圾 我要让他们死无全失 也加上我的那份 放心 喂 大哥 朝真会的事已经办多了 接下来你做龙堂的老大 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通知我 好 另外联系我几个徒弟 告诉他们他们的师父 麻衣门天才像是要举办风水交流会 朝真会 爷爷 举办朝真会 是我为你复仇的第一步棋 喂 大哥 赛马 知道了 比老师的日子告诉我 妈 儿子 妈妈宠获了 妈 老东西 撞了老娘的车 今天要是没十万块钱赔偿老娘 老娘跟你没完 小姑娘 我 我没有 是你撞的我 狗东西 我撞的你 老娘就是闭着眼睛开 也不可能撞 再说要是我撞的你 你怎么没死啊 看看我的车 被你撞成什么样了 小姑娘 对了 那儿有监控 要不咱看监控吧 老东西 掉监控了 老娘的男朋友是交管 就算掉监控也不是老娘的错 今天要是不赔偿老娘 老娘弄死你 姑娘 对不起 我 我真的没钱啊 没钱啊 狗东西 没钱还敢撞老娘的车 妈 你怎么不早点死啊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 妈 快起来 狗妈 你找死了 你就是那个低贱的东西的狗儿子 妈 伤哪了 吃死了 满嘴喷粪 你们这些低贱的狗东西 你们完了 撞老娘的车还敢打老娘 老娘今天不弄死你们两个 老娘跟你的姓 弄死我们母子 你试试 小姑娘 妈 我们知错了 我儿子不懂事 我替他跟你道个歉 妈 不用给他认错 哎呀 素心 咱惹不起人家 我们愿意赔偿 只是 能不能商量少一点 我们家情况不太好 真拿不出十万啊 老东西 想的美 撞了老娘的车 打老娘 还想西市宁人 贺扫大街的低等人 生出的儿子也是低等货 你们这样的人 今天老娘要是不给你们点教训 你们是分不清大小王了 喂 老婆 我的车在你公司附近被人撞了 我还被人打了 你快点来啊 低等人等死吧 儿子 你和苏星快走 不用管妈 今天惹的祸 妈自己承担 快快快 妈 你说什么呢 我跟吕阳不会走的 你放心 这事我们来解决 哎呀 妈 苏星说的对 今天这事 我会让欺负你的人 付出代价 妈 妈你等会 我去打电话 我现在就去打 一会就解决了 你照顾妈 我来吧 没事啊 妈 不用关系 徒弟 有个事 放心师父 我立刻就办 老公 就是他们撞了宝宝的车 还打了宝宝 表弟 姑姑 就是你们打了我女朋友 都给我跪下 谁打的 哪只手打的都妈溜点 今天我宝宝要是气顺了 该赔偿的赔偿 这事就算了 副主 你就不问青红灶牌 青红灶牌 傻子 你在教我做事吗 你是吃定我们了 怎么 不服气 车我赔给你 但他打我妈的事 咱们慢慢 安 死心 咱们去4S店 走吧 老公 放心 有老公在 今天我玩死他们 这瓶 兄弟 您来了 老吴 真是巧 你在这当经理 今天提款什么车 不是我买 那小子 那小子 你这样 为什么 先生 今天买一辆什么车呀 给我来一辆一百万的车 先生 一百万 分析还是全款 全款 全款 傻子 你知道一百万什么概念呢 一边待着去 帮我把车开过来 我兄弟可跟我说了 一百万全款 你他妈是来找事的吧 来人 把他给我打个半死 捧出去 有话好好说 我儿子不懂事 你们不要打他 你要是敢动手 现在就报警 报警 知道我老大是谁吗 花都汽车大亨 张大卫 是手剑了他 都要让他三分夺灭 智安鼠 你觉得智安鼠来了好事吗 这样吧 给你们个机会 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放我这 今天饶你一命 上市欺人 你啊 是自作孽不可活 给脸不要脸是吧 我看你嘴硬还是骨头硬 来人 他谁敢动 张总 张总 您怎么来了 张总 您来了 您怎么也不通知我一时 这是我自己的公司 我来我自己公司 需要通知你们 你算个什么东西 滚 安公 安 安 公 对不起 安公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知道他是您安公 早知道他是您安公 打死我我也不敢 你还知道错了 你当初正式欺人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知道错 安人 把这兔崽子给揍了 揍完了去财务解工资 赶紧给我滚 张总我错了 我错了 张总 饶了我吧 安公 你看我这样处理 你还满意吗 帮我把车的手续办了 欠我招负 安公 您说笑了 别说一辆车 就是把我这公司送给你 那都不是问题 表辉 把公司转让河头 李安公 不必了张总 举手之劳罢了 车我已经赔给你了 接下来 该谈谈你打我妈那笔账了 打他的老不死的狗东西怎么了 他要是不转我的车 我能打他 都是他自找的 活该 说什么呢 大点证 你敢打我狗东西 我跟你拼了 你他妈当我不存在啊 你他妈当我不存在 敢动我女人 我他妈弄死你 你狗 骨头挺硬啊 张总 麻烦包把这个女人装进袋子里 丢进葡萄厢 好嘞 来人 把她装进袋子 丢进葡萄厢 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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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主 救我 你要真这么做 你和你妈都得死 我劝你 还是放了我女朋友 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样 好 好 你找死是吧 这是你自找的 我就成全你 我告诉你 我哥们可是知安署的人 只要我一句话 就你今天搞的这些事 你和你妈全部都得完蛋 给我等着 好啊 打电话 希望你一会儿 还能这么孝生 你他妈还有脸给我打电话 我已经被署长开除了 你也好不了 怎么会这样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啊 赶紧求那位大人原谅 要不然 咱俩都得死 知道了 我知道了 表弟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是我鬼眼看着地 你饶了我吧 老公你为什么要给这个傻子跪下 你不是打电话了吗 你他妈闭嘴 你让谁非得惹他 不是老公你错怪我了 都是他们这种低等人 你闭嘴吧 现在知安署署长都知道这件事了 我和我哥们都被开除了 丫丫丫丫 我错了 饶了我吧 错了 错哪 我错了 我错 算了不重要 段总 再麻烦你件事 把他们送到知安署 然后调去一下街上的监控 举报他们蓄意谋杀 谁蓄意谋杀了 你别冤枉我 冤枉冤枉重要吗 街上的监控证据铁证如山 表弟 我们认识 饶了我们 我们是一家人 你要怎么才能放过我们 放过你 继续去祸害其他人 哥哥 不过 你帮我求求情 我们可是一家人的 一家人 你们先前是怎么对我儿子的 叫人吧 来人 我都不走 爸 现在我们去医院前 我都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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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路上和你说的话 你好好想想 素心不在乎婚礼 可我们不能不在乎 另外 你现在好了 也得想办法找份工作 这以后要过日子 知道了 妈 喝水 来 吃药 妈 如果吕良愿意的话 其实可以让他去我公司 这能行吗 爸 你你怎么来了 滅女 我怎么来了 你眼里还有老子吗 你连侄子 侄习不都还 你还是人吗 我今天来 你要不给我个说法 我弄死你们娘俩 是 是 傻子不傻了 小兔崽子 我跟你妈说话 有你插嘴的份吗 滚不滚 别被我抽你 小兔崽子 你娘是怎么叫你的 我是你外公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 有娘生 没娘叫的搞东西 爸 小梁才好 他不懂事 你不要和他计较 大家坐坐 我给大家倒水喝 坐 你侄子和你侄媳妇 现在还在大牢里呢 我就这么一个孙子 你让我怎么做 我今天来 就这一个要求 你可这傻子 去牢里给他们俩换出来 爸 他们是你的后人 我和小梁就不是吗 你也唱 还敢忤逆老子 我今天来不是听你意见的 爷爷 治安属可不是你开的 刚才没注意 你谁啊 这是我们的家旨 有你一个外人插嘴的份吗 他不是外人 他是我老婆 老头子 我耐心快耗尽 最后问你一次 滚不滚 敢威胁老子 老子劝你乖乖的听话 带着这个贱人去治安属 不然我今天弄死你们俩 试试 不见棺材剥落泪 好 给我动手 花独龙王的 想死就动手 试试 龙堂堂主 花独龙王 让他们动手啊 不不不不 大师 杀还是 求你们饶了我吧 咱也不敢了 放我走吧 龙堂主 哎 带他去治安属 不要 我错了 求我 您不是只关心您的孙子和孙媳妇吗 我这个人最孝顺了 要是满足不了您老人家的愿望 那真是对不起您了 哎呀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带走 看我走啊 老头子 我真的错了 老王 把剩下的人丢出去 打断他们的手脚 都他妈出来给老子领罚 大师 救我 半个月前 我爸的坟被雷劈了 之后 我跟我老婆总是在夜里听到我爸的声音 儿子 儿子 你在哪儿呢 儿子 在之后 就是我的老婆被车撞 然后我就开始尿血 我找了一些风水先生 但是都没有办法 大龙听说了这事就介绍了您 大师 您可一定要救我呀 没想到大龙办事的效率这么高 爷爷 这第二步棋也成了 大师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只是 我的条件 但这个大师有个条件 如果他帮你解决了这件事 他需要让你帮他一起 对付麻衣们 您放心 只要您能解决这件事 这个局交给我 大师 这边请 大哥 有件事我没弄明白 你说顾三千和赵兴月处处谋划针对你 你为什么不干脆让我直接去灭了他们呀 他们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有很深的牵连 事后不到 弄他们我会有很大的麻烦 风水见一句话 风水是可算命 但不可改命 没听说过 没有 行 走吧 好 薛大师 这一次要是能帮龙王解决此事 赵兴月的梦中情郎 我们就有解决的把握 放心 调给我 你拔这阴待之后 有东西两条大路 在风水学上面来讲叫穿头路 这样的风水格局 主 主家 家中人 想必你找的很多风水大师也跟你说过这两点 也让你动了这两条路吧 您的意思是 他们做的并没有问题 可是 为什么还是没能解决呢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 你爸这阴宅风水问题 跟这两条马路就没有关系 你是什么人 蚂蚁门薛大师 花毒风水界第一人 天才相识的徒孙 龙王 您的悬赏可还算数啊 原来你们是看了悬赏来的 不用了 我已经找到了大师 大师 龙王 这个小子 他就是个骗子 如果他能解决这里的风水问题 我 我吃屎 吃屎 薛大师 你耗这一口 上次你怎么说给我兄弟 这么快就忘了 如果你真是饿了的话 我现在就给你了 热乎的管你够 龙堂主 上次的事我搞清楚 都是薛大师的手段起了作 至于这傻子 就是捡了个便宜 没错 龙堂主 龙王 如果你们不信 今天就 再比试一场 如果他输了 还请二位 替花毒风水界除了这个祸害 你不是怕了吗 我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 你们要是输了 我要是输了 任你处置 这样吧 你们要是输了 我摘掉你们两个做男人的尊业 你敢吗 有什么不敢 请吧 这次你先来 看你怎么简陋 简陋 想在我解决了问题后 用那小手段算起来 想他们 你确定我先 我要是解决了呢 我们输得起 好 兄弟 放心 胜券在我 老子这次有准备 够东西 你要能赢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有宝 要先 输定 搞定了 搞定了 这就搞定了 不然弄了我 要怎么才算解决 解决 嗯 龙王 看看你爸的阴宅 龙王 龙堂主 我就说了吧 这傻子就是个骗子 你们都被他给骗了 大龙 赶紧给我个解释 你知道 骗了我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龙王 不着急 一会儿我会给你个满意的交代 傻子 抬嘴硬 龙王 鄙视之前的约定 可还记得呀 不记得也没关系啊 我来提个醒 要是这傻子输了 龙王就必须为花度的风水剑 除了这个祸害 哪那么多废话 带你们上 够东西 你看好了啊 在你临死之前 我让你看看 风水巷尸徒孙的肘端 草了 狗东西 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傻子 傻眼吧 龙王 快出手 除掉这狗东西 你这个老杂碎 你对我到底做了什么 不是 龙王 我刚才只是使了一个 板子舞爵啊 是他 是这个狗东西 是他想要害你 龙王 这不关我的事啊 龙王 这不关我的事啊 徐大使 你本事高不高明 不好说 但是你脸皮是真的厚 狗东西还狡辩 事实胜于雄辩 龙王 你快出手 除掉这狗东西 你可不要相信这狗东西 先打乱一下 现在可不是先处理谁的事 此地煞气腾空 祖阴雕 徐大使给个通关话 能不能解决 再迟 龙王 你救 龙王 你看他多可恶啊 别犹豫了 就是这狗东西想要害你啊 废话真他妈多 就问你行不行 就是大罗神仙转世 也救不了啊 行了 我知道了 说来说去 还是不行 龙王 这煞气腾空 白鬼出山 你妈的阴斋 已经成了大雄之地啊 是他包藏祸心 赶紧除了他 再不出去就完了 能解决老子的事 你就解决 解决不了 给老子闭嘴 想算计 在我解决问题之后 就在我背后搞点动作 你以为我看不到 你想污蔑我 龙王 我只是刚才施展了一个幻影守觉 你爸阴宅的事就是他搞的 龙王 他输了 再沾他们灵的 龙王 你可不要相信他的鬼话 你爸的阴宅 一定是他搞的鬼 薛大师可是天才相识的徒孙 他一定不会弄错的 说 是你自己动手 还是我代劳呀 老子他妈不瞎 龙王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都是那个 你爹的事 他不是 老子不傻 大师 对不起 我不该质疑 好 好了 不是什么大事 你们两个见不见 你 你给我等着 蚂蚁门消失五年的天才相识 马上就到花都了 我这个仇 我师祖一定会给我报 啊 我自己找我自己报仇 好啊 我等你 不过你俩是不是还有件事情没做 还有在这儿啊 龙堂主 带他们二位去厕所 吃饭 老子又让你不胜不如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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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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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顾少 老子让你绑的人绑了没有 人在密室关着 哇 现在 按照我说的 去把它办了 录好视频发给我 顾少 您 您不是在跟我开 开玩笑吧 开你吗 老子说话你听不懂是吗 对不起 对不起顾少 我现在就去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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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师祖什么时候到花都啊 快了 再有半个月就回来了 沈苏欣 说 老大 不好了 沈小姐让人绑架了 走 没想到是我绑了你吧 没想到没关系 要怪就怪你男人 哎 害老子丢了工作 还要我给他跪下 他算什么东西 你呢 就配合我录个视频 伺候好我啊 我保证不伤害你性命 啊 呗 哎 神仲 哎 臭贱人 你吐老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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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老子 吹 再吐 再吐 你他妈再吐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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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哼 哼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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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越大声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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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挣扎 你怎么不挣扎 你说你男人看到我们现在这样 他会怎么样 会让你生物如死 会让你生物如死 真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动我的女 你好大的胆子 我警告你 你不要乱来啊 都等她 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 不说以为我不知道 我还是想事 知道又怎么样 你敢杀她吗 你敢杀我吗 杀人可是要坐牢的 坐牢你怕不怕 知道了又怎么样 我都要杀你的女人了 你都不敢杀我 你这个闹肿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别力量 不要杀人 杀人要坐牢的 我就说吧 你不敢杀我 你这个闹肿 如果我是你 我就找个地方策了算了 你算什么男人 杀你 何许我师父动手 杀你 何许我师父动手 陈志安叔 署长 天才像 天才像师 强奸 绑架 你说 我来执行你 需不需要坐牢 署长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今天是使我之北逼的 我知道错了 现在知道怕了 我还是喜欢你 先前奇奥不逊的菜 我知道错了 早知道你是天才像师 打死我也不敢 行了 没那么多早知道 把他四肢打断丢进猪圈 对了 记得给他喂点药 他不是喜欢玩变态吗 让他后半辈子 天天和猪玩 好 我不要跟猪玩一辈子 你这个恶魔 不要 我知道错了 饶了我吧 亲 我明知道事情会发生 你是天才像师 你该比我清楚 有些事是我们的结 脱不过 这不怪你 我带你去医院 我先送你去医院 书欣 不看我 这是个小药 哎呀 哎呀妈的好女儿啊 妈我没事 你别这样 不是啊 你给我点钱 妈欠了一千多万的赌债 你快点帮我还钱啊 要不然他们会要我的命 妈 我住院了你都不问一下 你张口就要一千万 我生了你 养了你 你帮我还债 是天经地义的吗 高玉琳 你女儿拿得出钱吗 要是拿不出来的话 我只能带你去卖机关咯 不不不 真巧 你们俩也在啊 我等会再跟你们说话 拿不拿得出钱啊 哎嘿嘿 赵小姐 我跟你讲 我女儿她拿得出的 要不行 她还有公司 把公司递给你 把公司不够的话 还有她这个人 她也有机关的 也值大钱呢 而且你们都认识吗 不要那么着急吗 赶紧拿钱啊 我公司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 再说她也不值一千万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你再说一遍 那我公司本来就是个小公司啊 你这个白眼狼 你不管我是不是 老娘动我死你 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不用别人弄你的命 我就能要你的命 这兔崽子 你敢打老娘 老娘跟你拼了 高一脸 看来你女儿跟女婿 不管你啊 那就不怪我了 跟我走吧 我只能带着你的器官去卖了 赵小姐 他比我年轻啊 他的器官比我的值钱啊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谁是你妈 你这个白眼狼 你不给我还账 你还让这个兔崽子打我 老娘让你还情是天经地义的 赵小姐 你把他带走吧 沈小姐 你妈都这么说了 只好得罪了 你们敢 李莲 我呢 承认你有点本事 可是我这次带的人可不一般啊 他们可都是花都龙王手下的金牌打手 杀人无数 一根手指就能戳死你 这样 你跪下来学狗教 我可以让你滚蛋 上午跪下 是因为上次嘴巴抽手了吧 你找死 快快快 打那个兔崽子 他刚才还敢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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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那么喜欢学狗教 今天我就让你教个够 你做梦 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了 嗯 说什么大声点 哦 对不起 太大力了 那啥 还是之前的态度 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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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对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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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等会儿 雪狗教 不知道趴在地上 你 嗯 嗯 我 我 我 这雪狗教 你就不知道动影 摇摇身体 摇摇尾巴 我 我 行了 滚啊 没用的东西 走 如果不是你的命运 在我的复仇计划里很重要 你早就死了 你凉你给我等着 我男人天才相识 马上就要回花都了 你男人 哪里来的错局 我是你男人 到时候 你给我 我让你数十倍疯 好 我等 吓死我 你 你要干什么 你 你 怎么你 你干什么 女儿 妈错了 你不能真的看着她打 打我吧 妈 你把我当你女儿了吗 我 我 等 等啊 绿莲 你 别让我再看见 别让我再看见 嘿嘿 好好好 哎 好好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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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对不起 关心 再怎么说 她都是你妈 哎呦 谢谢 我也没想到 这肺腹还挺难对付的 怎么 我想干了 没有 我能 这钱你先拿着 接下来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我不想看到这两个人有一天的暗示 你放心 一定板道 去吧 哎 嘿嘿 你看这个房子怎么样 陈总 不好了 怎么了 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哎 小一小看一看了 女儿女婿虐待老人啊 他们打我 这种行为天理难容啊 真不是个东西 父母养了他们一场 他们就这么对待父母的 真不是东西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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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下去了 我男人现在没回来 我不能直接动 但是高玉莲是你女儿的妈 有本事弄死她 三天饿九顿 七夜踹两脚 不给吃不给妈 就是她 你到底闹够了 就是 就是她 大家可看见了 天天人多 你不许打我 有人替我作证 老人家不用怕 我是记者 他们要是还敢动 我就曝光他们 况且我们现场 有这么多的证人 你敢打我 我是记者 记者 记者就可以不闻精神造反 就可以不弄清楚 事情的原委报道 事情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像你这样的人 还有老人家的视频 我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你还想狡辩什么 就是 人渣 你还狡辩 你等着 我现在就要报警 你们这些人渣 闭嘴 你干什么 我老公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最清楚 要报警是吧 不老婆 亲自报 谁叫你 喂 你好 我要报警 开华楼十二号有人闹事 现在知道怕了 怕治安署的人对你追责 还想让你老公替你顶着 你真是 还真是让人恶心 神渣 还敢打气 你把给我放干净一点 神渣 放开几个 有本事把我们都打一顿 哎 大家伙少说两句吧 等一下他崩起来 连你们一起打呀 老人家 不用怕 战属的人马上就要来了 他们俩 长矿不了多久了 哈哈哈哈 嗯 到 哎 证书的人来了 你好 林涉嫌扰乱治安 我们走 啊 你们弄错了吧 不是我 我是挨打的 是他们打我 你得把他们抓起来 董珍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他们这群人还在打我们 那家伙都看到了 那家伙说是不是啊 是啊 对啊 对啊 是 我们看着呢 你弄错了吧 对啊 该抓的是这对狗男女才对啊 我们弄错了 你们好好看看 这是我们从医院调取的监控 这才是整个事情的始末 你不交钱啊 妈欠了一千多万的赌债呀 你快点帮我还钱呀 要不然他们会要我的 我住院都不问一下 你照顾交一千万 我生了你养了你 你帮我还 这是天定地义的吧 原来是这 真的呀 老家 你这么当妈的呀 我们之前那么同情你 简直坏透了 同志快把他带走 别让他再祸害别人了 不是 不是的 带走吧 带走吧 他这个视频啊 是剪辑过的 是假的 挨打的是我呀 他们越打的人是我 带走 别过来 不许动 不许动 你们真是耍流氓啊 老娘 要再不配合的话 就要采取强制措施了 这苏西女梁 你们真的要把你娘送进监狱吗 你们两个兔崽子 天打雷皮呀 你们这么随便老娘 就要做天打雷皮呀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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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不说话 书长 我们没闹事 误会了 我跟吕先生 是有点私事要说 放心没事 我跟周书长 是老书人了 你先回公司吧 喂 赵小姐 事情完了 说说吧 那两个狗东西 什么表情啊 我被打了 高铁也被抓了 但是那两个狗东西没事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 我被打了 高铁也被抓了 但是那两个人没事 李梁 师父 怎么来的这么结实 视频哪来的 师娘出事以后 大陆和我聊了聊 我就关注了师娘这边 知道医院发生的事 也是随手 从医院调取监控视频 高铁也来师娘公司楼下 我得到手下消息 就赶过来了 有心了 对 单独找我说话 有什么事 我家里 碰到点麻烦 想请师父 出手帮忙 公司 你不能进 怎么办 咱俩 小子弄死的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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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进去 苏西 听说你被人绑了 还受伤了 你没事吧 我又没有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里不欢迎你 你出去 苏西 你这样说 你太伤人了 我是真的担心 看 我给你找了一个好保镖 以后有他在 没人敢欺负你 保镖 顾上 有心了 不过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就是苏西 最好的保镖 就凭你 我请的可是花毒鼓舞 第一高手 苏三千 你以为找人绑架我老婆 我不知道 等等 我绑架苏西 你有什么证据吗 没证据的吗 我可以告你诽谤 苏西 我对你的心 日月可见 他这是在重伤我 我是真的担心你 关心你的安危 他不是说 是你最好的保镖吗 这样 让他们俩 脱皮 不需要 还有 苏三千 你记住 苏西不是你 苏西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会重心的 是 好 这回 我倒要见识见识 苏西 老子知道你很能打 这次老子找来的人 弄死你分分钟的事 得罪了 老子 哎 我俩比划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到底要还是不要 到底要还是不要 说清楚 说清楚 大点 什么 合作方中断我们的合作 你好像催淡 我们欠了两千多万 如果不及时还 公司就完了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孙杰 我可以帮你 你不是在开玩笑 你们公司的问题 对我顾家来说 那都是小事情 只要我一句话 就能报你摆平 你有什么条件 条件呢 很简单 跟那李温 嫁给我 做梦 顾三千你记住 就算是全天下的男人都死穷 我也不会嫁给你这个垃圾 是吗 是吗 小丫头 我劝你 还是听鼓授的 我想你们俩 也不愿意看见他死在我手上吧 老东西 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威胁我 我敢来 就不怕你动我 要怎样你才能放了吕伯母 这里就得听顾少的了 顾少把我从大牢里捞出来 答应我帮他做事 就把我孙子孙媳妇都救出来 他现在可是我老板 你得问他 让他放了吕伯母 我答应你 和吕梁离婚 嫁给你 说什么 听不清 你听见你老板说什么了吗 苏星 不要打扰他 我能帮你解决 解决 够东西 不想身上带着摄像筒了吗 这里的一举一动 看守你妈那些人 盯着 你敢有什么局 他们立刻就会杀了那老东西 顾三千 你听清楚 我答应你 和吕梁离婚嫁给你 我只要你放了吕伯母 同意离婚 嫁给我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天真 老子现在条件变了 他请我杀了你 你敢动顾少 你妈那贱人 立刻就得给顾少陪葬 你信不信 吕梁 不要轻举妄斗 说 现在你的条件是什么 那你给我听好了 当着这狗东西的面 给我伺候复祥 你要是敢拒绝 就当个给那老东西收拾吧 三千我怎么弄死你 傻子 你再往前一步 你妈就得死了 吕梁 不要冲动 别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弄死我 杀了老子 公三千 你别后悔 后悔 你在威胁我 你是不是搞不清楚状况啊 不行 好好玩弄一下这贱人 外公睡外孙的老 想想就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 水 coronavirus 我都躺不及了 Fair 你要吃嫩草 小 compounds 就要 ster 老 Arab 我杀了您 我想要你杨子的命哪 不用 水留 防开 化碎着 好久没有 Record 大陆在搞什么 周东西 难受 这才哪儿的 为了你 老子今天就为了你 让你的下半辈 看着你心爱的女人 每天被人骑 就凭你 就凭你 周东西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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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男性老子 老东西 打死你 你敢打老子 会造抱怨的 冒险 你 要真造抱怨的话 像你这样的样子东西 最先该被拼死 这 这人 你就不管管这孽障 你就真眼睁睁 让你个孽障 哭哭打死我 管 你为什么要管 你还是人 对外孙的老婆伸出魔掌 对我这个亲生女儿也能下得去手 今天我儿子打死你 大不了 我替他去坐牢 狠狠地揍着老东西 你 你 你们 你们要打死我 我做鬼也不会报告你们 太便宜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会让你的后半辈子 每天都在痛苦中度过 你 你要看什么 宗明为烈魂 中斗 中子树枝 文破日日军烈 统统犹如千刀万挂 欲火灼心 善雄生不得 求死而不能 守原境 文破散 再无来世 苏欲火灼心 先把我妈和苏欲带回去 好 绿梁 儿子 妈 放心吧 没事 伯母 走吧 现在想起来是我外公了 帮我妈逗我老婆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 四叔没完 放心吧 你的孙子和孙喜 也会落得跟你一样的下沉 可 可我 可我对不起 我跟你拼 你 你要做什么 你放心 我还不能杀你 多谢我杀志恩 你放心 我以后 不会再来招惹你们了 不能杀你 并不代表我不能动 小家伙 有些手段 提醒你一句 天才像是 马上就回了 等朝政会开始 便是你的死期 讲得五三千 先活下来再说 爷爷 没事 那就好 那 那股东西呢 他怎么样 他已经受伤了 我也没你出气了 那记住 千万不要逼他 否则于死往后 毕竟我们要的 不是他的命 而是那个东西 好 我记住了 记住 我只是想杀 那也不是你们这些 萧小给拿捏的 这 这么说 该死的 你的这个手段 要灰 我灰的不止这些 想对付 扑摸我爷爷 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尽管方法过了 别以为救走了 顾三千 我就没办法 我想弄顾三千 神仙都拦不住 三千 爷爷 你叫我 三千 喜欢这样的刺激 把他们引出去 这样 我就可以造最后一步棋了 师傅 你没事吧 大哥 没事 这里处理一下 把福祥带去这样说 师傅 您真没事吧 问题不大 只是短期内不能是产禁术 走吧 先去你家 你说说你们二位啊 不仅帮我们解决了 家里的风水问题 还送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 姐姐 那说明我跟你有缘 邦尼呢 不过是举手之狼 哎呀 我的好妹妹 是啊 周夫人呢 我算了一下 你们两个是上辈子的亲姐妹 呦 这一辈子的缘分 是多么大的福报啊 福报 白痴 这一月老娘跟你有缘啊 贪污受贿的把柄 落在老娘手上 你老公就是老娘的傀儡了 六娘 接下来 看我怎么玩 不报 我看你们两位 固有一个家庭主妇 没有成就感 是你 狗东西 狗东西 菜包已经吃水 菜包已经吃水 没事吧 周正 这个没用的狗东西 你知道他们二位今天帮我多大的忙吗 我姐妹你也敢打 还不快再给我跪下 要是周正不呢 你又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在我们家 老娘就是老 我敢说一 他周正敢说二吗 周正 还不快点给我跪下 姐姐 你不要这样 周书长肯定是被这个骗子给骗了 不怪周书长 周书长你看就是个鸡管鹽 今天看你这狗东西怎么死 是这样 骗人都敢骗到我头上来 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我老公他可是治安署的 署找 赵新月 滚不滚 你 滚 骗子 该滚的是你不是我们 周夫人 你看他多嚣张 肯定是我戳破他 他就想动手打人了 他敢 周正 还不赶快把他给我抓起来 你给我闭嘴 宋女 骗我老婆 想拿我们的把柄 你这样的生活不济多了 还给我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 你敢让他滚 他可是我的好姐妹 我跟这 王无数 你是因为我害你 你还真以为我害你 好啊你个周正 你现在给家报我 你给我等着 喂 哥 他中文正 家报我 你快点来 给我出气啊 周夫人的大哥 可是花叮龙王 角色海 多东西 今天看你怎么死 周正 你出息了 敢欺负我的妹妹 信不信我打断你四条腿 哥 你终于来了 周正他联合派人欺负我 他还打我 帮帮我 来 让哥看 你上哪了 他打我 周正 你什么找 找什么龙王 周正老婆是你的妹妹 你是来跟他撑腰的 这不废话吗 骗子 你敢骗周书长 还敢拱火 让周书长打夫人 你今天的死期到了 没错龙王 今天幸亏我们俩在 不是啊 这个骗子 只不定赶出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 你不能轻易放过他 哥 嘘 不能轻易放过他 大大师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 跟你说啊 对待这样的骗子 就应该这样除了他 除了 老子先把你除了 龙王 谁是那家伙 上次在我爸墓地 我没杀了 你是不是觉得老子品气太好了 不是 不是啊 哥 你搞错了 这大师是我姐妹 叫来给我解决家里的风水问题的 是啊 龙王 我们可是好心啊 这个骗子 他以前是我未婚夫 他什么德行 我一清二楚 他没什么能耐的 你抓紧把他给处理了 处理人 老子先把你们俩出去 哥 你怎么回事 你要联合外人欺负你妹妹是不是 你还对得起死局的爸爸吗 谁是骗子 哥哥还是分得清楚 我不想 哥哥不会害你 哥 你联合外人欺负我 你还不会害我 我不管 今天 你向周正跪下来给我姐妹道歉 然后 除了这个骗子 不然我再也不会理你了 你别想到这傻语 不仅能押住周书长 连话堆龙王都能拿你 李良啊李良 今天你要不死 我赵星月跟你信 联合外人欺负你 卓夫人 麻烦您睁大眼睛 好好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妹妹 大师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说已经好了吗 为什么还会这样 这事我处理不了啊 周夫人 一定是这个骗子搞的鬼 你要相信我跟薛大师啊 我们上辈子是姐妹啊 那你快教教我 那你快想想 大师怎么回事 大师啊 这周夫人可是最信任你 你要是救不了她的话 今天你要是救不了我妹妹 老子把你脑袋搁下来当秋迪 龙王 我错了 我错了 龙王 错哪了 你们周家的风水 我看不了 是错这了吗 来 你说 错哪了 龙王 肯定是这个骗子搞的鬼 他记后我 太烫 你是觉得老子傻是吧 老子早就见过吕先生的本事 劲刀杀人 踢满我的家人 谁给你们的胆子 龙王 我错了 对不起龙王 原谅我 我原谅 你搞错对象了 借刀杀人 你要杀的是吕大师 今天饶不饶你 不是我说了算 李良 给过你几盒 你正行 我不要 不要 老友 何否给个搏灭 你是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嫁给天才相识 老公是你啊 你是来见我的吗 来日我们低头不见 白童姐 你就是天才相识 我给过他救 今天就算是大罗神仙了 也阻止不了我们要他的命 今日的账 我们来日再算 这就完了 这种公司也跟我师父叫上 也不看看我师父是谁 你俩还有闲闲聊正 来报人进窝去救人 走 让大龙半年五天才相识 真正 除了徐中间 你们就是条鲨鱼 我也可能钓上 老公 来得真及时啊 你刚刚怎么弄死那些杂碎啊 弄死他们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来 你去用钱说 去吧 好的老公 我这就去办 大龙 这张神仙副你带走 明天在周静家里 也扮成天才相识 把赵新月和薛大师带进去 让他们去整顾三千队 大哥 那你怎么就确定 事情关照咱们计划的进行 你忘记我干什么 朝政会也太适合 董政 师父 家里的风水问题 不外乎 卧室 客厅 还有厨房 但是一般的风水师 都会忽略到厨房的根据 你们家的问题 就出现在燃气灶 你看 设在梁下 不说 下面还有水管 另外 另外 是谁告诉你镜子可以挂在床头柜柜 哎呦 是 我 别叫我 听他 这我 这我绝大师会是金人 你 就但是 你去帮我办件事 哎 没有预约 谁都不想进去啊 我跟你们赵总认识 还需要预约吗 滚 求求你了 让我进去吧 行了 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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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欣 没事吧 哎 绿亮 是不是真的很没用 我找了很多人 他们都不帮我 弄公司 是不是 不会的 好 赵德鲁都是老手的 你进去 这次一定能打这 傻子 你跟我们赵总很熟吗 凭你 也配跟我们赵总攀关系 是 这么快就放出来了 狗东西 你还敢听这件事 要不是因为你 我跟傅卓 怎么会进监狱 还是爷爷想办法 不然啊 我跟傅卓还在监狱 今天我平要你好看 你干什么呢 想不想干了 信不信我让赵总把你开了 得得得得 那你就听我的 给我揍 狠狠揍 最好呢 把四肢都给我打断了 你确定要这样做 威胁老娘 今天我就叫人砸你 你能怎么办 他是不能把你怎么样 但我这个老板 可就不一定 赵总 我不知道你们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 你就怕了 那又不是朋友呢 狗仗人是欺软怕硬的东西 保安 上去给我抽他 是 赵总 赵总 我吃错了 你这么抽 你 那我都行 爷爷 你们还不帮老娘求情 要看这老娘被打死吗 我可是你表弟的老婆 这时候想起我们的关系了 先前我们可没找你麻烦 找人打断我们四肢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到我们的关系 没事办 给我洗这抽 二位 里边请 让他们出来 让你们的人杀 杀了他老婆 小伙 我 杀了 若是没什么问题 咱们就这么撬定了 好吧 我送你 请 好了 咱们走吧 麻烦了 嗨 学手之劳 服不服 不服 服不服 给老娘等着 老娘 老娘这辈子 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臭 还有力气喊呢 看来是没打够 兄弟 继续 我和赵总说好了 什么时候把他打服了 什么时候给你抱个大红包 真的 你致 你个臭娘 我 我觉得不会饶快你们的 服不服 冲婊子 今天合作方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接下来就要尽快解决资金周转和欠贷的问题 不用担心 这些事情我已经替你联系了 到时候会有人去你公司和你相谈 放心 人物也就拦下了 放心 不会出任何问题 小子 想怎么死啊 赶紧带着你这帮乌合之众滚蛋 你说什么 让我滚 我没听错吧 不拙 这么愿意给人当枪使 少他妈给我扯这些 你以为老子不清楚你的情况 你受了伤 今天老子吃定你了 你害我和我老婆坐牢 还羞辱 今天我就要当着你的面 玩你老婆 我还要弄死他 求你们 杀 良言难卷该死 既然这个 我就送那老混蛋个惊喜 当着我面 把我老婆 还要弄死 来 坐给我看看 表弟 确定我了 表弟 我错了 就他妈错了 不能换个台词吗 我再不敢 看那你妈是我孤的份上 可而不成 现在打赶紧牌了是吧 你以为我吃这套 那你要怎么才能放过 逗我了 放过你 我还是个男人 把他送给薛长林 满事了可不想认快 老公啊 我这会儿在外面呢 啊 薛大师找我啊 好好我马上过去 我才像师的电话 你这会儿要出去 我还没记性呢 我来继续 那件事 应该办成 够东西 这才是个开始 马上就是朝着问 结实 分手将人集权 就是你末世 给我听听香槟 唐妹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李良你还记得吧 记得呀 他怎么了 我跟你说 我让薛大师 哎 薛大师来了 跟我唐哥说说 怎么回事 不是 不是 我开个香槟再说 不是 进来吧 李良 死了 就处理了吧 孙子 孙子 你 孙子 你怎么了 孙子 孙子 你这是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师父 我还有一点没想明白 既然天才相师 回到了花东 那按理赵星月他们 就不应该再搞这些事了 等着天才相师出手 对付你们就好了 陆正 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 什么人 什么时候死 怎么死 都是命理上定死 你看我这一路走来 很多人 很多时候我不应该放 可我还是放 赵星月他们所做的 只是为了削弱 为最终的事情做铺垫 哎 对了 那 赵子 这次应该要着手调查五年前的那件事了吧 怎么 你要当我去了 不不不不 我不但不会挡你 我还会帮你 我就不明白了 你是赵家人 为什么要帮我 顾年杀了我爸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 不过没关系 你只要看着就行 五年前 你爷履行之修炼蚂蚁神像中的进入道场上 紧要贯图 顾年突然出现 偷袭你爷爷 我爸瞧见 当时 顾年偷袭付出很大的胆响 生计竟无绝命 我爸和你爸是职交好友 更是视你爷爷如亲生父亲 逃走 立刻去找你爸 把事情告诉了他 可是 他们最后 还是没能逃过顾年的魔爪 难怪上次过年就走五三七 并未和我教授 看来他的情况很严峻 师父 师父 赵德柱也是可怜者 对了 炒真会的召开 应该可以在花都进行造势 是时候让该死的人死去了 吕灵 你找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呀 他们到底会不会来呀 张总 帮我个忙 你就放心好了 我信 两个白痴 都大难临头了 知不知的 你不是在治安署吗 怎么出来了 老娘犯的又不是死罪 怎么就不能出来了 再说了 哎呀 我今儿啊 可是来救你 救我 脑子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哎 沈总 你妈说的是实话 我今天呢 是代表照顾两家 来见你的 贵公司如今资金链断裂 银行信贷也出了大问题啊 这位是伤管署的工作人员 今天就是来对你们公司强制执行的 你就直接说顾三千是什么意图 哎呀 顾少的要求嘛 很简单 你这个兔崽子离开我女儿 孙行男 只要你答应嫁入顾家 嫁入顾家 妈 你该不会不知道 你认定的这个女婿 已经不是个男人 不是男人 怎么办 她一点还娶媳妇呢 再说了 只要你嫁进了顾家 那还缺男人吗 这世上还有你这样的母亲 哎呀 你这个小畜生 你又打我 你想再挨揍 你就试试 哎 苏星啊 你也别怪嘛 咱们女人呢 这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你长老公 我就是为了彩礼 车子 房子 家庭社会地位 对不对 这几样缺一不可 你只要嫁给了她 你看你要生孩子 如果不是我了解 我还真就相信了 你是真的为我好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想让我嫁给顾三千 你是朱庸蒙了心了吧 你跟着这个小兔崽子 能落下什么好啊 啊 公司不要了 你以后跟着她和西北风吗 老娘生你一场养你一场 你跟我留下什么了 你还是个人吗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既然你这么想要这些东西 你嫁给她好了 我要是能嫁 我还吵你 我是不会离开旅梁 嫁给顾三千的 陈总 我欠你想好了 你这是在威胁我了 是又如何 鲁梁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对你一清二楚 你敢跟我拼拼啊 你要是敢 路上和赵小姐 就会好好照顾你老婆和你妈 所以你最好吃食物 试试看 看我敢不敢和你拼命 好好好 这是你逼我的 好 就这 这些手段还想给我拼命 有什么警官使出来 好 吕梁 你敢打我 今天商管主就查封你老婆的公司 吕先生 骗你三思后想 吕梁 不要闹出人命 他们想查封 就让他们查封 想逼我就烦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他们快滚 滚 你个口东西 你的伤情又重了吧 还在老子面前装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逼你拼命的 这些你表现得太不尽人意了 吕梁 吕梁 你给我坐下 你个白眼狼 你今儿就看着这小畜生怎么死在你眼前 请金光仪器 这是金光仇 想用尽数算给我 就这还想跟我拼命 把你的手段都记出来吗 你竟然以为吃定我 来 来 我看你有什么本事 薛长林 你好大的胆子 我的地盘你也敢撒 不把我张大卫放在眼里吗 神家百亿的 花毒气质大亨 张大卫 连势手建了 也要你让三分的大佬 张总 这是你的地盘 我怎么没听说过 秀 我张大卫办事需要从事你吗 你做个什么狗东西 张总 我今天是代表照顾两家 用照顾两家来养 你觉得我会怕他们两家吗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今天过来干什么 不用担心 你的现代股资金链 我来处 张总 祖先 没事 张总说我乱请了 他也请我一个人请 是啊 神教你 你也不用担心 在我们的地盘是个商人 嚣张跋扈 仗势欺人 赶紧跪下 给他们赔礼道歉 跪下 赔礼道歉 毕张大卫是有些能耐 但还做不到让我跪下来 给他们赔礼道歉 邦总 那狗东西受伤了 敢在我面前摆谱 我看你只不知道四字怎么写 张总 为了这个小畜生 还有这个白眼狼 不知道呢 这样 只要您能拿出十分力 我给您求情 一现在就可以离开 我都想看看 你没有多大本事 必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 想上张总 先顾我这关 好 我看你套得起吗 好 谁想跟你好 学长领我告诉 你现在赶紧跪下认错 还来得及 我说张总 你是在做梦吧 这个狗东西 现在反噬 受伤脱肿 耗下去 他就离死不远了 学长领 还想让我收手 跪下道歉 你是没睡醒吧 你 张总 我真心觉得 您可以考虑一下 我的建议 毕竟现在你们仨 都是砧板上的鱼肉 为了他们俩 还剩您一条性命 我吃当的 你学长领 我给你机会 你不懂得珍惜 那就怪不得我了 拔动所有力量 对付赵顾两家 张大卫 你怎么敢 张总 吓唬谁呢 虽然赵顾两家 比不上您张大卫 但那也不是说 是个人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的 我是不行 可是如果 是手出什么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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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张总对于花都来讲 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每年带给花都的GDP 可是连是手都无法忽略 据我所知 张总和是手 关系匪浅 没事 我马上 马上认错 怎么样 学大师 张总 我求求你 你别针对照顾两家了 就放过我们吧 你觉得可能吗 小畜生 你不要得理不饶人 我告诉你 你今天敢动薛大师 顾少是不会放过你和这个贱人的 就让他顾三千来好了 你怎么开始用雪煞练魂 你今天来的目的不就是逼我这样做吗 好想你们家那位天才相识 再不给他朝廷会上 灭上你的机会都 吕良 慢慢品尝 其脑挂 坤脱撕裂的滋味吧 我们去告诉你三千 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我接着 快走 小畜生 我告诉你 等你死了 这个贱人他就只能嫁给顾少了 吕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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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大师 送去月吧 对不一帮小杂鱼 我就受伤的话 太对你爷爷的面子了 你都不写了 我冲他 废物 这也并非是坏事 我们的目的也算达成了 按道理 你的实力 没必要让我们耍这些手段 为什么 倘若他自己 我自然是无局 只是这理性之留给他的东西 那赵王这么说 现在大局已定 直等朝真会开始 高兴 朝真会 就是你的死计 收服 让大王接触张大众 四千五三千 接触将死案 这一张五 算是这 吕良 谢谢你 要不是你我的公司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现在事情都解决了 你们不要请那些不开心 今天把事好好庆祝 听说你们的公司破产了 关你屁事 怎么跟老娘说话呢 知道这家酒店是谁的吗 我男朋友老莫的 知道老莫是谁吗 动鱼杀手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老娘也是这家店的老板娘 这么跟老娘说话 不怕老娘废了你俩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男朋友不是傅卓吗 傅卓 那个废物也配当我男朋友 怎么 跟他附着服品呀 说到这个 沈苏星 据我所知 顾家少爷可是喜欢你的锦 我是真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傻子 而放弃顾少 我选择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也对 如果你选择了顾少爷 那我今天还报不了仇 来人 把他们的手脚给我打断 给我丢出去 花敏 你确定要 怎么 你在威胁老娘 老娘可不是吓的 现在的你啊 在老娘的眼中 连下水道的臭臭 给我很狠地打 你一群不长眼的东西 都给老子断 老公 你怎么懒了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两个废物是 老公 你打我干嘛呀 给吕先生跪下 他们两个都要完蛋了 老公 你可是动于杀手 这龙堂堂主的左膀右臂 你怕他们干嘛 你知道吕先生是谁吗 我们龙堂堂主 都是他的小弟 你得罪他 简直是自寻死路啊 他是龙堂老大 对不起啊 我知道错了 你看在傅卓的面上 你原谅我吧 求你原谅我吧 好不好 你不是说要废了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原谅我吧 好不好 老莫呀 就按他的意思办 废能 把他带去知安署 和傅卓傅相关在一起 毕竟我说过的话 总要兑现 不能言而无信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错了 走过来 这么错了 是不是我俩过了 像他这样的女儿 找公事都是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本性 行了 我们走吧 喂 二娃 在哪儿啊 赶快带上索性来 龙小军天 你们家有什么呀 有钱 有房 有车 还是有社会地位呀 啊 凭什么娶我女儿啊 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 就是 你儿子如今得罪了照顾两家 恐怕也活不成 要我说 就让他们今天把婚给你 免得我们苏星日后 说 新家母 别瞎叫 他什么亲戚 我们家没你这个穷亲戚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 我的意思 房子车子彩链 我们都会配置他 你放心 我们老吕家不会亏 不亏待苏星 你们拿什么不亏待他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有能耐 给老娘攀上一千万现金 再给我弄一套一千万的别墅 就你那废墓儿子 能拿得出来就怪了 实话跟你说吧 我们已经跟顾少商量好 等朝真会一结束 他们俩就结婚 朝真会你应该听说过吧 这次举办朝真会的是 五年前叱咤风云的天才相师 听说顾少跟他的交情 可不浅 顾少认识天才相师 这往后啊 花都城里 顾家 那是头一号的家族 就这样的家族 那才配得上我们家素心 你也不能说我们是 是你们实在是 下水道里的臭丛 上不了台面 就拿这张邀请函来说 如果你那儿 也能拿到这样的邀请函 去参加朝真会 我们也不是不能 同意他们在一起 可问题是他拿不到呀 你说我拿不到我就拿不到 你说我拿不到就拿不到 呦 你们来了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不就是邀请函吗 我想要多识 就多识 这也不怕风大把舌头给闪 明天就是朝真会 不要参加不了 按你们说的吧 吕亮 阿兴 我要是办到了 就闭上你们的嘴 我们走 就我们还参加朝真会 痴人说梦 二娘 我们现在可以联系顾少 着手他们的婚礼 顾少这两天忙 联系不上 多两天吧 朝真会结束了 我就可以谈他们两个婚事 二娘 你说那个废物 不会是不敢来了吧 我告诉你 这朝真会的情帖 那是花钱买都买不到的 只有被天才相师认可的人 那才能拿着情帖 就那废物 他要能拿我就吃屎 就这么想吃屎 那边有公厕 用不用我带你去 你这情帖哪来的 这你就管不着了 对了 记住你们昨天说的话 我先进去了 你这是假的吧 一看就是自己覆音 我劝你们最好别撕了 要是把这邀请函撕了 就相当于打那个天才相师的理 这后果你们是承担不起的 我说你这个废物 还装上瘾了是吧 怎么 现在开始办上无赖 要把邀请函撕了 让我进不去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想娶我女儿 除非他也要打西边出来 我告诉你 看住这个人 他要是进去 你就死定了 走 宇先生 要不要拦住他 不用了 爷爷 今天终于可以给你们报仇了 你说今天那个狗东西会来吗 我家那位给了他诱饵 他不会不来 诱饵 五年前 那狗东西的爷爷 和他老子死亡的真相 我家那位 有意透露给了赵得主 看 说草草草草草草的 走 我们去会会那狗东西 我说 你怎么混进来的 你可我怎么进来 记住你说的话 我管你 我就让你看看我怎么管你 顾少 赵小姐 你看 这个兔崽 他没有邀请函 他都能混进 你说说 这种行为不就是对天才像尸的藐视吗 正愁找什么理由搞你这狗东西呢 机会这就没了 没有邀请函 困入贵车 废话 你可真是胆大忘天 顾少 先别动 先别动弄 你到现在还敢打我 我可是天才像尸的老胖 来人 把这个狗东西的手掌给我打断 不要让他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周叔长 你说他们能测未来 这样的话 吕先生做的事 那对方岂不是都知道 像是可断急凶 溃天机 但并没你想那么玄乎 就像是树上的落叶 你知道它会掉落在地 可中间的过程 充满各种变数 我明白了 那个 周叔长 那我们不出手吗 现在 需要吗 你 你要做什么 你们不是喜欢断人手脚 我自然要满足你们的愿望 放肆 老公你来了 快杀了他 杀了他 天才像尸都来了 天天你死定了 我跟你无冤无成 你确定要生死相下 你打了我老 用大闹吵真会 你才到天 心这么说 你是打定主意 要和我为敌了 和你为敌 不过我没想到 这么紧 是我心态的 你走 走 走哪去 你终于出现了 你在打悟 把吕行之留下的禁术交出来 我可以让你痛快的死去 要我的命 就凭你 是朕 毛山树质中的士干战 你的命相有问题 是旅行之遮住了你的真正命相 怎么回事 为什么所有的兵客都听他的 想知道吗 怎么是你 你又不是天才像尸 为什么 俗路听说 天才像尸 这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天才像尸 有什么不可能的 吕大师可是我 蒋四海的救命恩人 今天这些宾客 是我和吕大师布置的 还夸了不少的 放心 只要您能解决这件事 这个军交给我 有没有吓一跳 这都哪 吕先生也说我登功 为了他 我还特意尝试手 现在外面花都城 三千城卫军 五百步站车 只要我一声令下 全都冲进来 小崽子 你真以为今天 你能给你老子和旅行制报仇吗 你我身处是更正当中 你杀不了我 我也杀不了你 但是耗到最后 最终死的还会是你 常人又无法插手我们的战斗 你还这么有自信 想必你是在等薛长林吧 你 让他动手 你连这也猜得到 想知道 下来 走好 爷爷 为什么 没有人能杀得了这狗东西了吗 我的天哪 我是在做梦吗 我是反过 那就是 了当了又怎样 杀了我 你也不会好过 杀了沈苏心和这小崽子的老娘 沈苏心 老娘 你们瞒得我瞒得好狠 我到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才是天才相师 你们一定觉得我很蠢吧 赵新月 什么意思 我听不明白 有啊 有啊 握手 贱人 到现在还给我装 我叫一刀 一刀 一刀 一刀的活管 让这个东西付出代价 敢折辱我 打我 骗我 我要让他一辈子都生活在痛苦里 哈哈哈 就算杀了我 你老婆老娘也要给我陪葬 是 你看看我们也行 他们会不会就是 这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 你会的 你不会的我还会 你不信了 你什么 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你狗龙风水界第一 连顾三千都想结交着天才相师 你 你 让你这么死 太便宜了 他不是天才相师吗 应该马上就会到 我要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你们 在他的面前 想看更多精彩短剧 就加入热播短剧情报局 一个专门分享短剧的圈子 最新一手资源 每日持续更新 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 放了他们 放了他们 我为什么要放了 我恨不得喝你的鞋 吃你的肉 你敢打我 欺辱我 骗我 我要让你一辈子都生我在痛苦里 我们之间 不是你一直在找我查吗 闭嘴 这个世界上哪个男人不应该让着女人 被教养的公众心 快要让你后悔 不要可救 我再说一遍 放了他们 不孟 不息 是不是很痛苦啊 还没满 自作你不可活 我自作孽 是啊 你杀了我呀 你杀了我也救不回他们 是啊 你都看看 这不是真的 放心 我不会杀你 还要按你所想 让你后半辈子都活得生不如死 大龙 大哥 把他带去治安市 老父祥关在一起 好 爷爷 四儿终于替你和我爸报仇了 您失败了 我都小看他了 这小子 有点意思 是吗 嗯 嗯